商鞅的死因真的是一图谋反吗?并不是,而是一个已经坐实的罪名,商鞅战国时期政治家、改革家、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,为国人为国国君的后裔。 姬姓公孙是这里说到了商鞅,就不得不提,一下秦桧文王。秦桧文王,这个人在历史上可以说是悔意参半,不可否认的,是他确实神文圣武,为秦国积攒了将来可以一统天下的实力。 但同时,他也处死了变法有功的商鞅,大有鸟进宫藏,吐死狗烹,的意味。 据说秦桧文王赢四处死商鞅是为了自己的老师,商鞅提倡的是依法治国上,道大王公子下道平民百姓,都应该按照法令行事。 无疑另外结果当时,还是太子的秦桧文王,赢四年少青狂一不小心就犯了法,不巧的是当时商鞅的法令,才刚刚推行一年全国上下,根本没什么人遵守。 商鞅正想着找个地位,尊贵的人开刀结果,赢四就撞,到了这个枪口上不过,这一下商鞅可发了仇。 这太子,就是储君将来的国王如今处死了,将来的江山设计交给谁呢? 一事,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,太子毕竟年幼无知,之所以会犯错全是因为老师教得不好,所以这错,不在太子,而在太子师。 当时的太子营寺有两位老师,一位叫营贤一位叫公孙甲,商鞅下令处罚了太子的两位老师,公孙甲受了异刑至于营贤只知道,他也受了欺怜却不知道受了什么惩罚,这在今天看来,是一个多么不合理的逻辑。 可是在当时居然真的赢得了百姓的一致赞许法令,就这样成了秦国百姓的畏惧。 十几年来正通人和路不时宜,也不庇护,关于这个营贤史记,钟并没有单独为他立传,他只是在商君列传,里出现故而已不知道为什么而死,甚至连生族年也不想看来。 这并不是个多么重要的人,但是我们知道,这个营贤是秦宪公的数子,也就是秦孝公同父义母的兄弟。 按理来说,我们还应该尊称他一句公子贤,所以他既是营四的叔叔又是营四的老师,营四对待他自然也应该格外亲厚,可是不知道是这位公子贤真的有恃无恐,还是商鞅就喜欢跟他过不去。 他总是因而在在而三,大河商鞅被盗而驰,那次因为太子而受了牵连公子钱,并没有丝毫收敛商鞅,也因为变法有功所以,被任命为大粮造不仅如此,他还领兵,攻下了魏国的安逸将士百姓纷纷开城而降。 在这期间秦国将都城从拥迁到了咸阳,也就是在这里秦始皇统一了六国,开始了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历史山秧变法,继续如火如荼,地进行着按照律令。 百姓,父子,兄弟是不可以住在一起,都为了方便管理,还把灵星的村落整合为一个县,设置了县令,县城等县官来直接,管辖一边鼓励开荒却农各丧,一边统一度撂横,使全国上下仅仅有条。 本来是一片国泰民安的场景,可是公子前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法令行了四年,他又犯法了至于所犯合法实际中,没有记载,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总之,这一次他受到了一行一种极其残忍严酷的惩罚周代,正式把一行定为五行,至一五行及情面,戈尔,公行,越族,死行上书旅行把这五种行称为五虐, 可以说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刑罚,属五行内肉行的一种被处一行的兽行人,被割去鼻子这种刑罚虽然要不了命,但是却是对人格的一种极大的侮辱。 从此公子前对商鸯怀恨在心,闭门不出达八年之久,但是太子不可能永远只是太子总有一天他会长大,登上孤家寡人的高位之手遮天,而公子前等的就是这一天, 自己疼爱多年的侄儿,精心教育培养的学生,终于可以为自己做主,来凭借着秦桧文王对于自己的信任。 他污道商鸯液图谋反秦桧文王,于是处决了商鸯当着众人的面车裂,也就是才忍了五马分尸。 公子前在史记中留下的身影实在是太少了,少到我们无法揣摩出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物,但是在小说《大秦帝国》,李公子前是一位铁骨铮铮,刚正不阿的正人君子,所以他在历史中实际是什么,让得早就已经不重要了。 重要的是他在人们心中的样子话说回来,就算没有公子前推波助澜,秦桧文王,也未必就容得下商鸯要知道,商鸯谋反的罪名并没有坐实只是意图谋反,而已也就是说,这分明就是公子前等人欲加之罪。 但是秦桧文王,还是选择了向着自己的叔叔兼老师,毕竟商鸯的罪名远远比谋反更可怕。 他叫公高镇主,所以秦桧文王容不下商鸯是早晚的事情,只是公子前给了他一个理由,而已虽然在今天看来商鸯变法,依然存在着弊病,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,如果没有商鸯变法,就不会有后来强大的大秦帝国。 秦桧文王虽然一声英明神武,但在这件事情,尚是他对不起商鸯,但是话又说回来。 大批门臣造就了秦国在惠文王时代的辉煌,同时也反映了秦桧文王的识人御人的本领。 秦桧文王即位后的第一个对手,就是大名鼎鼎的商鸯。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,秦国的法治建设以基本成功道士赌掌大权的商鸯,的存在成了秦国改革成果的最大威胁。 最终秦孝公没有完成的收尾工作,却由秦桧文王出色,的完成了参考资料。 史记卷五,秦本纪第五,史记卷六十八,商君列传第八。 川沙鹿文王 将于是一批门的史新 konon啊,所调的东京都比赂十八,商璧危险的简介。 saw 具测不 Sundays cm 由达